歡迎您回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我真的不是在玩啊 這是黃老先生 我是周老太太 這是哪一個單位所推出來的 我跟你講戴這個東西 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把自己變成老人 我們要來體會一下老人是什麼感覺 就靜平活生生的 你這不是裝的是不是 他剛剛說他完全站不起來 我剛剛聽你的聲音都還聽不清楚 對不起 因為我有戴耳塞 我也看你看不清楚啊 好像這個就是要體驗老人家 耳朵聽力不好耳背那種感覺 我們要介紹一下這個 但是我現在戴這個 這不叫護目鏡 這戴完之後會黃黃布布 就是活生生我就知道 什麼叫做老眼昏花 所以我現在看不見這個上面寫什麼 這是給人家來 就是來實驗一下 就體驗一下 就是當長輩是什麼感覺 其實這個是一個社福團體 老人基金會 它特別就是幾個單位研發 帶頭讓大家體驗的一種叫做 棚竹體驗包 整個棚竹體驗包 加上你現在頭上臉上戴的這個護目鏡 其實那個護目鏡不是護目鏡 是老花眼鏡 還有這個手肘 沒有觸覺 比如說我摸你我沒有感覺這樣子 手肘跟這個手腕的觸覺 這個比較反應遲鈍的東西 還有包括像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拐子 你身上到底是多重啊 你真的很難 我現在我沒有辦法站起來 因為它這個已經放到最長了 它把我膝蓋 整個那個膝蓋已經扣住了 這兩個 所以你看我整個 就扣樓這樣子 整個只好那個好像彎腰 有點那個鞠躬那種 鞠魚的那種感覺 身形就好像一個老人家一樣 而且我身上掛著負重 三公斤多的一個負重背心 你可以看到這個橘色的 然後我現在這邊 腳上面腳踝也有兩三公斤的這個 至少是控制我的整個腳踝 讓人家覺得 好像老人家行動就是很不方便 你慣用哪一隻手就慣 就戴哪一隻腳 這麼多的從頭到腳這些裝備 包括限制住我的膝蓋 就如同限制住你的手肘一樣 總共都裝在棚竹體驗包裡面 全身上下大概六七公斤 我這個手背也都抬不起來 是不是人家講老年人的時候 手背也抬不起來 而且他們剛剛故意拿這個來整我 就是筷子 然後給我看裡面有綠豆 紅豆跟黃豆 然後就跟我講說 叫我夾一顆紅豆起來 我剛剛大概試了五分鐘 我夾不起來一顆 整個手就在發抖 那個就是讓你體會老人家的視力模糊 有很多老人家 常常到了老年的時候 視網膜啊 或者是玻璃啊 病變啊 常常就是要戴老花眼鏡 四五十歲 慢慢六七十歲 上人年紀都會有這種問題 老人家的視力不好 所以他要你戴著那個 整個那個老花眼鏡 去體會說 你能不能正確的 像我們一般年輕小伙子 分辨得出哪些是花生 哪些是紅豆 看都看不清楚了 我的手要去夾它 更是夾不起來了 所以你就可以體會到 老人家的痛苦 尤其你剛剛那種觸摸我這種感覺 你看 好像不是像一般 我們那個手直接碰到對方那種感覺 好像只是要粗粗操操的這樣子 然後你的手肘是不是比較行 我已經抬不起來了 很重 所以就像我現在才彎腰幾分鐘 我已經站不起來 腰很痠 因為我們畢竟是年輕人的體格 可是整個蓬煮體驗包 你的裝備加上我的裝備 穿在一個正常的 這些老人福利基金會 讓我們一些正常的年輕人來體驗的話 你會頓時覺得自己就像一個 八十歲以上的老人 因為光是這兩個繩子 幫你綁著這種膝蓋 讓你不得不彎下腰 你就可以知道 平常老人家是怎麼行走 怎麼走路這樣 然後 而且走路真的很吃力 很負重 因為我腳上這個 上面也是 那個腳踝也有鐵塊 還有膝蓋 我連彎都沒辦法彎 因為光節退化了 老人家不可能像我們四肢 非常的這樣子 他蹲也蹲不下去 蹲不下去 彎腰只能這樣子 駝著背 所以你看看很多老人家 不管老阿公 老阿嬤 老先生 都會這樣子 他們其實腰也會痠 需要人家晚輩 年輕人幫他們按摩 就是這樣的道理 我現在自己穿上去 我終於體會 為什麼老人家常常聽不到我的聲音 因為剛剛我聽你的聲音 我也聽得很不清楚 你也要 哈哈 就是感覺好像要講很大聲 喂 什麼 這樣很大聲 所以因為真的是 隔了一層膜以外 然後還有再加上身體很不舒服 所以當我們幾十年後 真的進入老年 不用幾十年 可能十幾年後 我很擔心 就是像我們現在 我們兩個現在這種體會的狀況 黃老師先生 我們現在講的是身體 那有的時候是心理的狀態 我真的沒有辦法 偷昏了 我真的頭昏了 眼睛也看不見 好 我的意思是說 有的人 他不是光身體 還有心理 或者是 比如說老人 我們常常看到的病症 包括了 阿茲海默症 這個失智 或者是帕金森是剛剛是看到的 老先生 你辛苦了 好 不過呢 我們說 嘉莉 失智症 失智症的話可能是他的身體其實是OK的 但是他的 心理 不是智力在退化 那其他人 那其他人誰來幫忙呢 就是家裡頭的照顧者 我每一次去參加失智者的這個 就是失智症的病友協會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心情很難過 他也不願意穿那個包大人的紫尿褲 睡覺 他不要 於是呢 你每一天都被必須幫他換床單 然後有些人呢 甚至我聽到一個病友講說 他每一天啊 就是他那個 阿公公失智症 然後他就 那個排泄物都在床單上嘛 他公公可絕了 就把床單啊 把它包一包 也不讓你看到 然後塞在他房間的一個櫃子的角落 然後就大家就 因為那個味道會慢慢散出來 對對 你塞一件塞兩件 然後那個整個房間就 滿滿都是這個 嗯 排泄物的味道 就你進到房間就想說 我都已經給你清了啊 該噴該清都清了 就一直一直找找找 才發現說哇 櫃子一打開 哇 喝鼻而來是 那個味道就是 讓你永生難忘的味道 可是你要怎麼跟他講 他就是 他就是要做這些動作 嗯 那你在照顧上 你跟他溝通上 是沒有辦法的 他要做 你怎麼跟他講 他都 他就是要做 嗯 他會不認得你 譬如說 呃 你是他女兒好了 他不認得你是他女兒 他以為你是要來害他的人 然後所以很多做 這個呃 照顧失智症的人 就像剛剛 呃 劉醫師講的說 他可能到最後 自己都有憂鬱症 嗯 因為我想 想說 我累死了 你還要懷疑我讀你 嗯 我累死了 你還要把排泄物 抹在牆壁上 尤其如果說照顧他的 譬如說是兒子 或是女兒 是有在工作的 對 在外面拼了十個小時 沒錯 回到家裡面 再面對這樣 可能真的是 很難撐下去 對 我還曾經遇到 聽到一個 這個病友啊 他為了要照顧 他是失智症的爸爸 他只要把工作辭掉 嗯 那他爸爸的 呃 狀況 呃 將何日下 哦 就是可能 懷疑人家偷他的東西 哦 那 就是說 懷疑人家 就是要闖入他的家裡 嗯嗯 要對他做什麼 就是比較不利他的行為 可是其實在初期的時候 失智有時候 他的症狀是比較輕微的 例如說他可能是 變得不太愛出門 這個我有 好繼續 我好怕 我等一下你長的每一個 我都有越來越窄 然後記憶力就是 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常常在忘記 例如說 記憶力我也不行了 因為剛剛我播五間新聞的時候 我忘記牛仔褲 要換成黑褲子 然後要來做星光大道 忘記要換這件衣服 我還戴穿十二點的衣服 完蛋了 你越講我越怕 好還有什麼 沒有啊 像有些人 他的症狀是焦慮 他一些事情 他記不起來的時候 因為他記憶力不好 他就會開始很焦慮 是不是有什麼事 我忘了做 他就會在那邊 就是一直在那邊走來走去 可是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樣子 那當然有些比較明顯 比較嚴重的 可能就是 他本來會做的事情 變得不會做 例如說廚師不會煮飯 那數學老師不會算數學 國文老師看不懂國字 這個都是非常 這個就已經很明顯了 對不對 這個都算是已經 至少是輕度到中度了 五年以後 台灣的失智病會超過百萬人 那到底失智 老人的失智 有辦法預防的嗎 你說好 你不要抽菸 這樣比較可能不會得肺癌 你生活作息正常 不要猛喝酒 你可能就不會爆肝 失智有什麼辦法 可以預防嗎 或是減低發生率 現在失智來講 預防比較重要的方式還是三高的控制 就是其實 也是三高啊 其實沒有什麼 其實沒有什麼很 就是讓你覺得非常驚訝的事情 就是血壓血糖跟血脂肪 目前知道的話 這三高的控制 一方面是避免 這三高原來跟失智也有關係 因為它可能一部分是跟腦部的循環有關係 它會影響心臟的血管讓它狹窄 它也會讓腦血管讓它狹窄 那腦血管一狹窄 腦部的養分就不夠了 不夠之後 腦就沒有辦法得到足夠的養分 它就某些細胞就會開始壞死 失智可能是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可能比較容易伴隨而來 這個可能性比較大 那帕金森是不一定 有的三十幾歲就有 你還記不記得Michael J. Fox 回到未來那個小伙子 三十幾歲就開始了 這接下來的半個人生怎麼過 馬上回來